三公仪 你走啊 我来看看 这些人啊 都是来找你退款的 你求他们等你三天 他们一天都不愿意等 他们都是你喊了大 我喊了 你欠他们那么多钱 他们怎么可能不盯着你 民伴力占那么高 该不会是想一死百了吧 那不行 不能让他死 他是让我们找谁要钱去啊 这个场景你很熟悉吧 二十多年前 有一个人跟你现在一样 站在高高的楼顶上 越看越绝望 你 你是陆云青的 我是陆云青的丈夫 看来 这个故事我不用再说下去了 不可能 不可能 我都调查过了 陆云青的丈夫 和孩子 死了 哥哥 小言 你先去屋里找妈妈玩好不好 哥哥 请问你找谁 你好 我想问一下 原来住在这里的陆云青一家人 现在大脑去了 现在大脑去了 你说他们呢 都死了 死了 那陆云青的孩子和丈夫呢 也死了 怎么样 被托我打听的那个人已经死了 而且老公和孩子也死了 听说是测不掉刺激 殉情的 这样 好 来 谢谢啊 我的确是死了 从我在医院 看到云青的那一刻起 我就死了 不可能 不可能这么长时间没有 没有硬性的 一个死人在做什么 你怎么可能看得见 我在国外白手起家 创建了自己的商业帝国 然后我回国来 跟你斗了这么些年 我这么贫死贫活 不是为了挣钱 只是为了能在今天 站在这里 亲口跟你讲这个故事 换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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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总 我知道 你的公司就是你的命了 现在公司垮了 李氏要没了 万里 请 来 来 雨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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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妈 你要干什么 妈 妈 妈 你就省得这么丢下我吗 你对我妈做了什么 说了什么 后悔一切 孤儿 你来干什么 你怎么来了 你别让他们看见你在这儿 快走走 李玛丽 你还记得我是谁 李玛丽 张敏远 你在说什么 陆云青是赵兰阁的妻子 我不是他们的亲生儿子 李曼丽 我父母也是被你逼死的 还记得翻新衣时间吗 是我翻新衣 有一队夫妇 稍叹自尽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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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 没错 我就是那对夫妇的儿子 我跟我姐这么多年 骨肉分离 饱受这五纪人理想 都拜你所赐 不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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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父母的死跟我没有任何关系 他们欠我钱 我要债 我理所当然 他们自己想赚黑心钱 买旧一副翻新衣 这能怪我吗 跟我没关系没关系 到现在你还要狡辩 我合同了 写着你的名字 出了事你推卸责任 是我做的 我承担 不是我做的 你把刀架在我肚子上 我也不会承认的 害死他们的合同 不是我签的 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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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跟我没关系 你告诉我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什么翻新衣 这就是你妈 这么多年了 哪句话是真的 哪句话是假的 你分得清吗 我 他的父母是被你害死的吗 妈 我不想再见到你 不是这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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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活儿 活儿不是这样的 活儿 活儿 我不是 我不是这样的 我不是这样的 但我觉得她是很酷的 你会进任的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怎么了 你快让果儿开开门吧 她都好几天没出来了 刚屋里有点动静 我敲了半天门也没反应啊 果儿 是我 天天 你开门啊 果儿 要不要通知李总啊 果儿 赶紧打120 果儿 果儿 你醒醒 果儿 快点 医生怎么样了 幸好送来及时啊 已经起废了 没什么事 等病人醒来就好了 行行行行 没事就好 没事就好 果儿 你怎么这么傻呀 有什么事你不能跟我说呢 就为了一个赵明月你值得吗 你先照顾果儿 我有事先出去一下 一旦有任何情况 马上给我打电话 好 好 李总这联系不上怎么办呀 没事我会去找她的 怎么是你啊 你跟赵兰哥到底怎么回事 你见糖果儿了 她怎么样了 是我对不起糖果 果儿她吃了好多安眠药 我刚把她送到医院 这一切 从一开始就是个阴谋 对不对 对 那你到底是什么人啊 我是被李满里 害得家破人亡的人 我父母欠李满里的钱 欠在还钱天金地义 所以只能帮李满里去翻新衣 他们从国外进来的洋货 贴上李氏的商标 到商场到处卖 后来一个村的人得了皮肤病 李满里为了推脱责任 把所有的罪行 都按到了我父母的头上 我父母不想连累我们 所以选择了自杀 李总他把服装看得比命都重要 他不可能做出这样的事情 你说是他害了你父母 你有什么证据 如果不是他同意 那些衣服上怎么会有李氏的商标 后来我在我父母的遗物里边 发现了合同 也有李满里的大名 这中间肯定有什么误会 误会 两条人命还是误会 就算是这样 谈过我是无辜的呀 他那么爱你 你怎么忍心伤害他 所以我之前想过 带着你远走狗 唯一走了之 放下所有的恩怨 可是我姐姐在赵兰哥那儿 二十多年了 他保守凌辱 现在精神都不正常了 我亏欠他了 我怎么能放下他 我怎么能不管他呢 所以是因为赵兰哥控制了你姐姐 你才跟糖果结婚的 所以你跟李总你们之间 并不是简单的企业竞争对吗 赵兰哥的妻子叫陆云青 是云青服饰的继承人 也是李曼里的闺蜜 云青服饰你应该知道吧 云青服饰 就是李氏集团的前身 我爸爸曾经在那里工作 可是后来因为一场火灾 整个厂子都毁了 那个陆云青也因为这件事情 跳路自杀了 那时候我才两岁 我爸爸因为那场火灾去世了 留下我跟我妈无依无靠 是李总收留了我们 他还经常说 这一切都不怪陆云青 都是因为他刚刚接手这个工厂 没有经验 所以才发生这样的事情 你们真的太傻了 也不怪你们 只能怪李曼里演技太好了 整件事情所有的仪器 都是李曼里自己进的 她自己接了大量的死单 让员工连夜赶单 机器出现短路 才造成了事故 家属找他们 她把所有的责任 推到陆云青的身上 陆云青为了保护赵兰格和她的孩子 选择了跳楼自杀 所以真的是李总做的吗 我的父母陆云青 他们所有的遭遇如出一尘 李曼里用了三寸不烂之舍 把自己说得清清白白 干干净净 你觉得我是在冤枉的吗 我知道 真相总是很残忍 我也不确定 把这些告诉你是对 还是不对 之前我有太多的顾虑 没有把事情给你解释清楚 希望你能了解 对不起啊 你对不起的不是我 是糖果 你现在就跟我去医院 跟她道歉 走